被男生看到,可能有些男生會以為他不衝刺,沒有手尾 第一,有這樣的可能性 這個女人這麼骯髒,沒有衛生 第一,留下一個扣分的印象 第二,可能他不想被人看到自己的屎屎 屎屎是一個自己的私隱 好像是古代的一個月王勾錢 試過幫扶差常訓 看看他的屎屎有沒有什麼問題 看看他是不是有病 可能他知道不想透露自己的健康狀況 他狂衝,狂衝 那時候他很害怕 他怕自己留在廁所 糟了,再衝下去也不是路 怕別人覺得有什麼事幹 這傢伙是不是有什麼古怪 為什麼要去廁所這麼久 不對勁,又會影響印象 之後他就在想怎麼辦呢 然後你猜想怎麼做 如果你是這個女生,這樣問 如果你們在這麼緊急關頭 你們會做什麼呢 你們怎麼看 有人說結論他不是美女 美女又不餓 有人就這樣說 有人說應該用手刺爛他才衝 有人說他怕骯髒 哈哈哈哈哈哈 這麼醜 這麼醜 不是這麼多人救薑 拿手在那裡撈啊 大哥,我剛剛聽起來也覺得 很醜 拿手在那裡撈爛他 唉,你可以吃掉他 哈哈哈哈 最好的方法當然是把他吞掉 好啊 尋屍滅跡,馬上拿手 拿手拿起他 然後放進口裡 撿撿撿撿 當然了 這樣 這些肯定是神經病的方法 對吧 其實正常呢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會衝不到 很少我的屎 就是衝不走 是不是丟太多刺子 還是怎樣才會這樣 有什麼可能衝不走 那屎 我通常都是那些刺子 塞住 或者怎樣 就是我聽說 我塞廁所都是那些 那些刺子 多 就是是不是狂丟 不停 不乾淨 不停丟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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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丟 那些刺子 很多才會這樣 蛤 是不是 對 對 對 反過來問他誰去完 廁所不沖廁 你意思是 帶人家 帶回男生 這樣人家會知道 嘛 他進去很久了 大哥 誰都知道 而是 男生 剛好去 是沒有拉過的 這些是可以 有數計 耶 神 哈 外國有限制 沖廁水 水力不太厲害 不是 不是 我經常覺得 鬼佬那些刺子 就算 你說 水力不大 你都很難 即是 未至於沖廁很多次 都沖不走 我想問 你們有多少 生平試過多少次 就沖不走 自己的糞便 你都未必試過幾次 都不會做得很辛苦 那我言歸正傳 說一下這個女生 當時怎麼做 她當時的做法 就馬上拿刺子 然後罵起糞便 然後把她放進自己的手袋裡 當時她還在打手機 不知道WhatsApp還是什麼 就跟她的朋友說 跟她的朋友說 她說什麼 不知怎樣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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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舊屎 已經放進我的手袋裡 什麼 In my purse 她好像說 銀包 她說什麼 很Nervous 然後她說 不知怎麼辦 即是說 很怕被人發現 什麼 很香氣 或者屎嫂不失 突然流出來 對面的隊伍好像瘋了 你有沒有留意到 做什麼事 好像ATV一樣 是發生什麼事 我也不知道 然後她很害怕 然後她的朋友回答她 那天她說什麼 Go Pretend Go Out Smoking 把屎嫂丟進花園 對面的隊伍發生什麼事 對面的隊伍發生什麼事 對嗎 之後就 就 然後 然後 她就說 全靠這樣 幸好沒有人發現 即是蒙魂過骨 就沒事 這樣 對嗎 你們怎麼看 她說之後還在那裡聊天 她們就 拿很大一盒紙包 然後她又不敢走開 照顧聊天 跟人家寶寶 還是怎樣 但她說什麼 當時雖然說什麼 好像很浪漫 有很多浪漫情節 但她在腦海裡 只是想到她 她的錢包 還是手袋 有夠糞 這樣 這樣 然後 幸好她就說 後來不知道 那男生 做好廁所 她可能 借一些議題 做好廁所 好像沖水 有些問題 還是怎樣 怎樣 之後她就說 然後 那男生 就不知道 去做廁所 還是怎樣 做完之後 她就馬上借機會 再去多次廁所 之後 把屁股 放回馬桶 他說 覺得很好 還是怎樣 那我就覺得 這篇新聞 最白癡的地方 是什麼呢 不是她把屁股 塞進去 就是現在她已經把這件事 公諸於世 那男生 就一樣知道 原來當時 這個女人 這個瘋婆 把屁股 放進去 手袋 或者怎樣怎樣怎樣 這個女生的樣子 就是 金毛 就是典型鬼妹 從皮膚 還未至於很白 眼大大 口大了少少 就是這樣 還未至於說 好美女 普普通通 我不知道為什麼會看到報紙報道她的樣子 我想是她自己貼 或者怎樣公開的經歷 自己在Twitter Facebook 還是怎樣公開 或者怎樣 嘩 她走Moonwalk 自己走入籠 對面對究竟是甚麼事 為什麼要這樣做 哈 哈 ABV 哈 我也不知道 哈 哈 我也不知道 不是 一開始我說很漂亮 普通 OK 算是這樣 普普通通 很漂亮 這樣 哈 你們怎樣 但是 有些人說什麼照直說 就可以了 有什麼所謂 我曾經 曾幾何時 曾經 我的確試過 有一個女生朋友 打給我 又質問怎麼辦 什麼窩子 沖來窩去 還是沖不住 還是怎樣 然後我說 你再沖多幾次 也不行 已經沖了很多次 我說你不要保存沖 我 我要等水力霉足 你要等回氣 抽水碼 那些狂禁 是沒用的,因為我聽到它不斷拉鍵的聲音 我說不可以的,我肯定是沒有這些常識 這個沖水馬桶要吵氣,它的水箱要泵滿時間 我們要等它吵氣,要超級殺人,儲滿氣才一下子拉下去 它就在那邊吵,說不可以啊,還是怎樣怎樣 他說你是不是丟了很多刺子,還是怎樣 他就說是呀,我已經丟了很多刺子,想遮蓋 他說現在決定,他的策略就是覺得 如果衝不走,最好就是用刺子鋪著馬桶 不要讓人看到他的舊屍類似的 然後用廁所泵,有一個廁所是沒有塞 就是夠糞便衝不走,你泵是沒有意思的 你泵氣下去,你不會,那塊糞便不會 因為你這樣泵就立刻鑽下去,是沒有什麼能力的 除非你有一枝棍就一直推進去水管裡 這樣就可以了 類似就是這樣 最後好像也沒有衝動 我就是最後,那算了,你也鋪了一次子 就這樣算了,就是這樣 類似就是這樣 哈哈,你們怎麼看 這個是值得所有女生分享的 男士其實都會 你不要以為男士去女人家 女人很喜歡自己的廁所乾不乾淨的 當然,如果你安排完後,他可能會很生氣 那你也要想想怎樣處理 然後還有一則新聞是說什麼呢 就是說什麼日清 日清食品,大家知道什麼叫日清食品 就是那個背面 公司公仔麵 那些全部都是日清 你知道什麼日清美美寶 那些都是日清的 最近他就... 有一個新招聘廣告 那他就要幫一個... 有一個不知什麼即食咖哩麵 那他就要賣廣告 那他就要做一個... 不知什麼... 吉祥物 你知道現在日本人很流行吉祥物 那些什麼 熊本熊,船尼精那些 刺馬鋼 那些籠 為什麼可以這麼準 他好像... 啊... 你有沒有想... 一傳過去 他的籠已經衝過去 然後剷得很準 啊... 可能有人操控還是怎樣 那他就... 那他現在要做一個吉祥物 就宣傳他這個咖哩麵 那他去宣傳什麼呢 就是要請一個人 他找一個人 就穿這個咖哩... 咖哩君 咖哩麵君 就是... 有一個公仔衣服 那是很噁心的 那這件衣服是什麼呢 就是... 有一個橢圓形的物體 上面就寫著什麼咖哩 咖哩不知什麼鬼 然後就有一隻腳 他說這個人的設計 這個吉祥物的設計 就是什麼腳很長 那招聘廣告呢 他又寫著 什麼腳短的人 就可能做不到啦 他說一定要腳長的 他說什麼腳不夠長的人 就可能很危險 那最大的賣點是什麼呢 請這個... 請銀招聘廣告裡面 他就說是有... 什麼... 90萬 他說什麼... 新... 他的日本人 寫什麼... 寫什麼... 90萬 90萬... 你知不知道他在玩什麼 90萬呢 如果你是計日圓的話 90萬日圓的話 當十算也有9萬港幣 一個小時 誰知道原來這個廣告很白癡 就好像我們小學雞玩的那些東西 他在玩什麼... 最後是90萬... 什麼印尼盾 什麼鬼 他就這樣 他最後就不是寫日圓 不是有些符號 不是用回自己的 他是90萬... 什麼印尼盾 我不知道是不是要過去印尼做事 還是怎樣 但他的時薪就是這樣 結論是算是很少的 就是典型的 不知道是幾千日圓 就是普通打工仔 你怎麼看 你說很白癡 很幼稚 我都心想有誰會做 一來穿這些工仔衣 先不要說什麼腳不腳長 他已經有條件 第二就是... 穿這些工仔衣 一向都是很辛苦的 當然你才只有... 不知道什麼幾千日圓 就算了 大佬 就是... 哪會有人做 當然還要做這個... 什麼吉祥物 又要演戲 就是... 肢體語言 就要很發達 還是怎樣 又說什麼印尼字 如果寫... 哈哈 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九十萬 哈哈哈哈 鷹獅子馬上被人打死 屁股啊 哇 你神經病啊 喂 日清你精神有問題啊 玩東西啊 你九十萬鷹獅子 啊 九十萬瓶巴布位 都不知道 九十萬瓶巴布位 有沒有一元兩元都不知道 哈哈哈哈 全世界最低面額 那些最低價值的那些鈔票 是吧 啊 玩什麼... 笑點在哪裡 不好笑的 你說... 九十萬... 我現在請人了 九十萬 聽到你都會覺得很好笑 說真的 你會覺得那些人 是否精神病 這樣都說得出口 一小時燒一份給他 對呀 你可以 立刻被人打死 肯定被人告 這些不用問 接著還有一則新聞 是說什麼呢 大家經常有一首歌 旅行找關鍵 吃得舒適 住得超級 旅行找關鍵 是否有一個 是否這首歌 有什麼 曲得超還是什麼 是否有一個版本 曲得超唱還是怎樣 是否 這首歌是黃尖作的 這首歌就是... 但後來就找... 好像有一個廣告 是找... 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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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谷得超做 今天就正式全線結業了 就是... 新聞報... 就是... 資金困難 對吧 什麼打手都倒閉了 我還可以怎樣打手 真心一問 都倒閉了 還怎樣打手啊 大哥啊 那... 就... 報紙呢 就說 究竟為什麼會無緣無故倒閉了 就是... 這麼大間公司 都... 全港有... 三十... 三十幾間分店 好像... 那... 就... 為什麼會這樣呢 他就說 就... 不知道什麼總經理 就不知道 在那裡開記招 他就... 一直哭口 在那裡說 就... 有些... 就是哭到 說不到話 他就說 其中一個高層 就... 這些都是報紙寫的 我不知道 我也沒有聽到什麼 他就說 其中一個高層呢 不知道 用了公司 一百萬公款 即是那些 規空公款 那樣 就不知道 搞到公司有什麼法律 糾紛 還是怎樣怎樣怎樣 那樣 現在呢 就... 還有幾個團 現在還在海外的 就是之前報紙的 團友 就不知道可以去什麼 旅遊... 香港的旅遊業 什麼基金 還是怎樣 就拿... 那張單 就可以拿回 傳送退回 還是怎樣 但是 有很多人都說 很... 猜不到 這麼大間旅行社 知道嗎 突然間倒閉 啊 你們怎麼看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旅行社 不過這個年代 就... 的確是少了 人家去... 部團 好像 就是... 通常就是... 八、九十年代的人 喜歡去旅行團 什麼... 一起玩 還是怎樣 這樣 現在的機票又便宜 一些 自己預約 自己編排行程 怎樣怎樣 所以就少了 人家去部團 以前 還有... 科技發達 有影響的 就是... 你有什麼地圖 Google Map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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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譯 你馬上看到這裡 哪裡 就會比較容易 自己去旅行 知識水平提高 都是一樣的 即是你那些人懂英文 厲害了 或是演技能都會這樣 其實都不用懂英文 去旅行 隨便指手畫 大膽一點 就行 就這樣 吃飯 吃飯的手勢 放東西在口 人們便知道 想吃飯 喝酒 喝酒 口喝 我才知道 很簡單 難道放東西在口 人家比較糟糕 是甚麼 想吃糟糕 正常人的思維 都不會這樣 想坐車去哪裡 畫公仔 地圖 做一張照片 都能做得好 對不對 就是這樣 我猜是為何會有困難 就是這樣 你們還有沒有人去報團 有些人說 我有些朋友 年紀大了 舊同事 就說 以前他老婆是去旅行認識的 就是這些報團 不知道是甚麼 和團友 和團友 認識了一個女生 然後繼續聊天 然後結婚 拍拖結婚 你現在有沒有這支歌仔場 你們會不會覺得很棒 去旅行 報團更棒 又可以認識朋友 和團友一起 而且現在旅行團普遍的印象都不好 經常都會有一種印象 就是 導遊會帶你去哪裡買東西 即是 焗你買東西 怎樣怎樣 類似的 你們又會有戒心 還是怎樣 你會覺得玩得不好 而且 通常行程很緊密 例如你這個地方 沒有甚麼彈性 你去這裡 只有半個小時 你喜歡怎樣玩 但半個小時後 就來這裡集合 怎樣怎樣怎樣 即是 有些人覺得不可以彈性 有時是想睡點 還是怎樣 有人說他要認識阿婆 哈哈 通常都是年紀大的人 就會暴團 那些 你認識阿婆 阿婆介紹他的孫女 給你 我的孫女 很聰明 介紹你 你很乖 很照顧我 介紹我 美女 給你認識阿 會不會有這樣的可能性 哈 哈哈 無論如何都會跟團 有人說 不用計劃 可以去完所有景點 即是 而且是便宜 好像是正路 是便宜一點 即是 因為他 即是 即是 如果你每次人叫你 買甚麼 你全部不買 甚麼都不 便宜一點 你 的確是 不知道他那些 三四千元 然後就包了住宿 等等 然後 當地的車費 那些旅行團 都包了 其實是便宜一點 如果你是肯 堅守你的荷包 就這樣 但你說去完所有的景點 不過就是走馬 漢花 你又沒有機會深入 這樣看 就不是這樣 就看你想怎樣 阿婆介紹自己 給你認識 哈哈 很難副婆 沒所謂 可能是有錢女人 沒所謂 你就說好啊 好啊 正啊 有副婆 OK啊 好啊 好像那些 認識那些 你可以認識 認識那個 有錢副婆 下半輩子 養起你 沒問題 他說 當是收個契仔 還是怎樣怎樣 可以 好啊 哈哈 好 來了 有人說 埃及那些 不就是要暴團 廁所 坦白一句 你 任何地方 都可以 不用暴團 說真的 人家要做你生意 自然會 找方法 跟你溝通 大佬 二弟 是不是這麼困難 不會做不到 語言不通 做不到 打個比喻 你當時去到 N年前 什麼絲綢之路 你第一次去到 張獻出財 去到別人那裡 認識鬼說 什麼兇奴話 他也是這樣 吉利咕嚕 人家 大家都說 雞和鴨說 說說 你拿一個蘋果出來 然後說 我想換你 做個橙 然後這樣做一下 做一下 仔細也知道 有多難 人家有錢賺就好 HAPPY YEAH YEAH 這樣就開心 有多難 對吧 除非去一些危險的地方 你真的要熟路 例如有戰亂 怎樣怎樣怎樣 我去中東有些地方 是要軍隊 護駕 你才可以去 你知道嗎 要坐吉寶車 有幾十個軍人 真的 說真的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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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便拿一支槍 那些 戴上頭盔 避彈衣 菠蘿 腰上有兩顆菠蘿 這樣 互加 然後他會跟你計時 有什麼危險 不要留很久 帶你 看兩看 馬上走 這些就是你要有地膽 即是他有地膽跟你說 這些地方要怎樣做 做些什麼 會糟糕 這樣真的要跟團 好像北韓那些 你一定要跟團 哪有自由行 這些就是這樣 要小心一點 對吧 你知不知道 我朋友去西班牙 去西班牙旅行 他是遊學那些 他在西班牙 西班牙很瘋 那天有些人 不知道 他圍著 圍著 圍著 他的朋友 他一開始幾個人走一走一走一走 突然間 有一堆小子圍著 他那時已經很害怕 立即趁混亂衝出去 突圍 他的朋友 就不知道衝不及 全部人圍著 西班牙人 好像已經圍著 圍著他的朋友 準備想打他,像同生一馬那樣 磨拳擦掌 這個意思 當然已經知道什麼事了 當然他的朋友很鬧,給了他一部手機 然後他拿完手機,然後一撞下去 推開他的朋友 他就很害怕 然後有很多這些賊 之後還有 他說當時他有一次想上過什麼大巴 要去馬德里或其他城市 然後他一上去大巴 突然聽到聲音 原來背包已經開了 然後那些東西都掉落地 他說幸好他的銀包收得很深入 有暗格 然後全部掉落的衣服 如果不是就被人偷了 他就很快 他說書包突然已經開了 那些東西都掉落地了 西班牙就是很多 歐洲這些地方是很危險的 我都不知道西班牙原來治安那麼差 我中東都沒有遇過這些 說真的,很和平 我在中東從來沒有遇過什麼強盜 小偷這些 如果我認為你去到外國 你遇到這些情況被人圍 你都很難搞 我都會像那個人 你隨便給他一件事 給他錢 不要給他手機 給他錢 就這樣 跟他說一下 就說 大哥 大哥 他們什麼西班牙人 叫什麼 amigo amigo 然後就馬上給錢 咯 咯咯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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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在那裡點煙 當然是開心 你懂得做 就破財黨災 無謂 就是人家 人家地頭 猛虎不及地頭蟲 你不要亂跟別人鬥 人家一會 拔刀拔槍 你就很難搞 要不就馬上走 好像我朋友一開始也是馬上走 他就衝出去 但他的同伴就是 衝不及 就會被人圍 在小巷子被人圍 你肯定是叫天不應 叫地不聞 有人說要開張空投資票給他 開張空投資票給他 你說 拿到銀行 他說 很聰明 你說我沒有cash 阿migo 大哥 沒有銀子 要不要 然後就寫 隨便寫幾二十個零 然後就是這樣 一夜坑 偉佬通常沒有這麼聰明 他以為很快就很快 很快 這麼多錢 即是他入票的時候 彈票 還有他兌換票的時候 當你寫真銀碼 你馬上打去 割毀了戶口 但我被人 偷了支票簿 立即取笑 你這幾成可以 可以這樣做 好 來了 有沒有機會 可惜 還有我朋友去墨西哥 也是 我朋友去墨西哥旅行 也是 刺馬巾 他不知道 他把護照被人偷的 怎樣 就是他把護照放在褲袋裡 然後他說 搭地鐵 他一向都知道墨西哥很危險 很多小偷 他說 一上車的時候 就覺得 有人撞 很迫撞 撞他 不知道撞什麼 之後 他說一 上火車 上地鐵 關門 他關門的時候 摸一摸褲袋 已經不見了護照 已經驚覺 所有東西 他說 幸好 那個電話好像都不見了 褲袋裡面 袋的東西 就不見了 就已經被人偷鬼了 幸好 他說什麼銀包 就是什麼分開袋 就不知道袋位 要在書包 還是怎樣 就沒事了 但是那個護照 和手機 就被人馬上偷鬼了 就瘋了 他說 很快手 麥西哥那些 就不會跟他搶 就是小偷 手法很精明 以後 完全不知道什麼事 被人偷 嘩 吸得很漂亮 還有沒有機會 可惜了